小熊嘟啦 讲故事 吹牛 大路旁有一块石头 石头上坐着一只青蛙 它歪着脑袋 两眼望着天空 好像在想什么事 一只蛤蟆路过这里 它看见了青蛙 就上前打招呼 喂 您好 青蛙定了一下神 说 您好 蛤蟆说 能告诉我 你在干什么吗 青蛙告诉它 我在想一件事 蛤蟆问 是什么事呢 青蛙回答 我刚才看见一条鱼 在天上飞 蛤蟆听了 一点也不惊讶 它说 哦 那条鱼 是我养的 青蛙倒是有点惊讶 是吗 蛤蟆说 没错 我把那条鱼养大以后 就把它放到天上飞了 青蛙说 我打算把那条鱼抓住 所以我就找了一只猎枪 然后瞄准了那条鱼 蛤蟆插嘴 你朝它开枪了 青蛙点了一下头 然后做了个开枪的姿势 是的 我就这样 砰的一声 朝它开了一枪 蛤蟆忙问 打中了吗 青蛙摇头 没有 不过那条鱼被枪声 吓得掉进了河里 从此 鱼就生活在水里了 蛤蟆说 原来是这样 旁边有一棵大树 树上站着一只麻雀 它听见了青蛙和蛤蟆的谈话 就说 我今天也碰到一件有趣的事 青蛙问 是什么事呢 麻雀说 我看见一只青蛙和一只蛤蟆 拿着一张牛皮使劲吹 突然 啪的一声 青蛙和蛤蟆瞪大了眼睛 怎么了 麻雀冲着它俩一笑 牛皮吹破了呗 青蛙和蛤蟆的脸 一下子红了